朋友们好,今天是202年10月3号,星期一,先是美东时间,下午的5点48分,美股已经收盘了。 我们很快做一下收盘期美股。 那么今天关键的就是美股周一,也就是今天收高。 那么今年最大的降幅,这个降幅主要是美债收益率狂泄,市场自己降了一次息。 那么美国吸的周园有收高5.2%。 那么一般,今天之所以就是说美债收益率狂跌,实际上就是美债价格反弹了。 就是说一般市场认为今天这个美股和美债价格反弹,那么部分源于周一,也就是今天公布的美国制造业先行指数意外兴盛。 那么也就是说9月美国的ISM制造业指数远低于预期,那么超预期下降到50.9。 一般非常接近于制造业活动停止的融库分界线50,创两年的新低。 而这个是今天这个美股和美债上涨的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 所以今天美债的收益率也是狂泻,大家注意。 另外就是说,目前这个信贷市场,就是说疲远,以及被投资者压住遭遇雷曼氏危机的瑞幸。 大家看消息就知道,实际上这个周末就开始了,就是说很多市场一度认为这个运信是不是有破产,或者说跟雷曼兄弟2008年那个类似的。 这个时候,这些信息实际上都增加了美联储最终不得不在动荡中调整政策的可能性,就是说。 所以这个也就是我周末讲的,现在华尔街,尤其上一个礼拜九月份最后一个天,包括整个这个九月份,这个市场不断的下跌,实际上是在跟美联储增加一个压力,就是说。 那么我今天给大家一共选13只股票,另外还有美国省级国财收益,我们很快看一下,包括标普500指数。 我们先看一下,这是我做视频的时候,从这个Feedwatch上面截图的,也就是说,大概是11月份,11月2号的那次加息目前市场认为的这个几率,加息75个基点几率是58.6%, 那么加50个基点的概念是41.4%。这里面有个Tips,一般的说你看这个几率的时候,一般要超过70%这个概念,一般美联储都会发落这个市场。 但是现在实际上是低于70%的,所以现在11月份到的是加息75个基点,还是50个基点,目前还不好判断,因为现在还有基本上一个月的时间,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Feedwatch上面关于这个升息的这个可能性,这个对股市的冲击也是比较大的。 另外我这个周末也讲了好几次,我这个地方再给大家说一下,就是说,一般来说,市场的一些底部,主要市场的底部,一般翻译在10月份的这个几率比任何月份的多,这个是次数,9次。 所以说我周末也讲过一期视频,就是说这个10月份,包括11月份,直到12月份,尤其现在又是中期选举,美国的就是说,就是说哪一个中期反弹的可能性应该是非常非常大的。 我在这个周末连续,礼拜六,礼拜天,讲了两期视频,分析了这个CPI,加息,为什么会出现这个中期反弹,从技术面来,大家有心里可以去回看。 所以你逢低的时候,实际上你应该是可以买的,就是说实际上我在周末的视频中也说了,我上个礼拜五,实际上就开始进场了,包括SPY,还有其他的好几个个股。 尽管仓位都不是很重,如果还要回调的,就是说我会逢低,可能还会买一些股票。 我个人认为这一次,10月份,11月份,12月份,有一波中期反弹的可能性应该是非常大的。 好了,我们看一下大盘的情况。 我们先看大盘的分析图,那么那斯达克这一个实际上是一个低开高手,尽管尾盘有一点点跳水。 那么上涨这个,那斯达克上涨2.27%,标普500也是一个低开高手,上涨2.59%,那么道琼市上涨2.66%,涨幅都还是比较大的,尽管尾盘有跳水。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行业日记图,基本上大家看一下,除了这个汽车制造商,那么有一个这个板块是下跌4.5%,其他的板块都是上涨的。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林长的板块,今天林长的板块是一些材料,大家看一下铝叶,今天涨幅超过10%,另外固态电池,白银,石油,天然气,包括铜,这都是。 所以今天上涨的基本上都是一些材料,天然气,石油,另外再加上固态电池跟大马骨。 我们看今天涨跌分布接着收盘的时候,那么下跌的股票一共是2311家,那么上涨的股票是9648家,所以上涨的股票的时候远远多于下跌的股票的时候。 我们看一下刚才说的几只股票,我们先看一下标普500指示,很快的给大家过一下。 因为这个标普500代表的是500家优秀的企业,比较能够代表市场,我基本上每天都把它讲一遍。 这一头我前面也说过,这个走势跟4月份这一波破前低的走势非常类似,所以目前它实际上也是在前期6月份这一波低点的附近在来回增大。 大家可以看一下上个礼拜四开始跌破,礼拜五。 那么我们说一般你跌破这些重要的这些位置,一般的说应该是有效,你要是将有效跌破的话,一般要连续三天。 所以正好今天第三天回站了这个景线上面,所以说明天它还会测升线。 这个点位吧,大概是3667点,368点。 这个点位你看他们的守住,我觉得这一波反弹应该是会守住这个。 刚刚我说过了,这个10月份,从历史上看,是一个底部的可能性,至少是中期的底部。 我周末也讲过,说明天如果是CPI的数据不是很好,那我明天说明天还会继续探底。 这个是跟CPI,跟这个美联储的这个加息缩表是非常有关系的。 我们拭目以待。我们再看看苹果,苹果今天上了3.08%。 苹果今天实际上,它正好来到了比较重要的位置,大家看一下。 它来到了正好重要的支撑位,它是142.7左右。 它这个位置是没有站稳的,但是它明天应该会冲击这根线。 今天你用科研形态来看,它实际上说了一个特因实现。 这个在相对的低位是一个非常看涨流科研形态。 实际上我上个我礼拜五日说,这一支股票我是有进场的。 苹果就是说,我猜想它应该会过这个。 你看明天能不能过这个支撑线,它是142.7左右。 它要能过这个线。 它下一个很有可能要测试的一个黄金风险,38.2%。 38.2%的位置,146.9毛钱左右。 我们拭目以待。 我们再看AMD,AMD今天上了4.34%。 那么AMD似乎也是在这个比较长期的趋势前附近。 大家看一下,这个是从最高点下的2点决定阴线。 所以这个趋势线的力量还是非常非常强。 它很明显是来到这个趋势线的附近,没有破,站稳的就是说。 所以根据这个周期,我们刚刚说的10月份,说不定会一波反弹。 就是说中长期的,中期的吧。 大家可以看,这个K的阶级也在非常低的位置,形成了一个经常往上。 大概是9.8左右的位置。 所以你不管从K的阶指标来看,还是从趋势线角度来看。 它这个地方应该是有波反弹的。 所以任何一个回调,重新测的趋势线,都是一个比较进场的机会。 我们看AMD,AMD今天上了2.55%。 AMD今天倒是没有突破这个6月份这个锦线,住底的时候这个锦线的位置。 但是总的来看,它明天应该还会测试这个线。 这个应该是116.6左右,116.7左右。 你看能不能过这个线。 那么过这个线,它可能要回测这个黄金风险就往上。 车这个61.8%的位置,119.3左右。 我们再看一下Google。 那么Google今天上了3.28%。 Google前几天说,Google实际上也已经是破位了。 它首先破了这个趋势线,上升趋势线。 然后是这个前期的这个低点,然后连另外一个前期的低点也破了。 所以目前也是跟前面一样的,它应该是有波反弹的。 看这个趋势就是说,你从K的接触看的很清楚。 它在这个形成了一个金刹,非常非常明显。 往上的,而且这个位置也比较低,是一个超迈的趋势,就是说16.3左右。 所以说应该是会继续反弹。 就是说明天这个概率应该是非常大。 我们看一下均线吧。 从均线来看,它倒是正好在时间线的附近。 时间线是99.3左右。 它正好在这个位置。 实际上你要说精确点,应该是99.2726。 所以应该是站稳的。 所以你看明天这个时间线能不能守住。 我更认为它应该是会,至少会吃的是这个地方。 就前期的这个低点。 这个位置大概是102.3,102.4左右。 这应该是个比较大概的时间。 我们再看Meta,就是Facebook,今天上的2.16%。 Facebook我前面讲过也是破线了。 它这个支撑线也是很早就跌破了。 目前来看也是类似刚刚Google应该是有过反弹。 我们看一下均线吧。 也是类似的。 它正好来到10天线的附近。 这个是5天线、10天线。 这个是季线。 这个是月线。 这个是季线。 半年线。 年线。 但是你从中长期来看, 所有的这些月线,包括10天线都是一个盖头反压向下的。 所以Facebook要反弹,要大幅反弹也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上方的阻力非常非常多。 近期来看,它应该会测试这个10天线。 大概是139.5左右。 这个线我更容易应该是会过的。 它很有可能至少要测试这个月线148块钱左右。 我们拭目以待。 但总的来看Meta这个走势比较弱的。 我们看微远。 那么微远今天涨幅还是比较大的。 涨幅3.37%。 大概也是破位了。 所以我以前也讲过。 先破了趋势线,然后破前期的这个低点。 今天它实际上是没有突破这个前期的低点。 我们刚才看标普500,已经破了前面这个, 已经又回占了这个前期的这个低点。 所以我更能够明天它很有可能要测试这个位置, 而且很有可能收盘的时候要站稳这个地方。 它是241块7。 你就看能不能站稳吧。 收盘的时候要是能站稳这个地方, 它还会继续往上走。 这些龙头股的走势都是比较类似的。 我们再看奈飞。 那么奈飞今天上的1.53%。 那么奈飞我上个周末时那个做视频也说过, 我周五这一只股票也是有进场的。 原因非常简单,你看均线就知道。 它目前这个季线,这个月线都是拐头向上的。 这个现在是为首不多的股票就是说, 它这些至少中短期的这些均线是往上走的。 这个相对来说是走势比较强势的。 而且它这个不是刚站上这个, 它已经就有一段时间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这一次股票, 目前应该是所以比较有点像多头一样的。 就是走势比较强了。 我个人认为它短期的应该会撤着这个高点。 252块5左右。 这应该是个非常大概的时间, 也就是这个举行整理区的上沿。 这个上沿也就是这个跳空缺口的, 剩下的这个比较大的这个跳空缺口的这个, 这个压力也是比较大的。 你看到那么突破这个地方, 说不定这一次有什么利好消息, 它突破这个地方, 继续往上, 回补这个跳空缺口。 我们看英伟达, 那么英伟达今天上的3.07%, 英伟达跟AMD也是类似, 它基本上这个趋势线, 长期的趋势线吧。 它比那个稍微AMD要短一点, 这个趋势线, 不是从最高点开始算的。 这个支撑也是比较强的。 目前来看, 它应该跟AMD类似的, 还会往上走。 我们看AMD, 看下这个均线。 你从均线来, 所有这些股票的类似, 都来到时间线的附近。 125块8左右, 它没有过。 刚才的AMD好像是过这个时间线。 所以目前实际上, 大部分股票都在这个位置, 时间线。 你看能不能过。 再过10天线, 它下一个就是20天月线的位置。 我们再看一下Oxy西方石油, 这个是股神Buff的买了很多了。 这个西方石油似乎有点像破底方一样。 这个是个比较长期的趋势线, 大家看一下。 它曾经是有三天晚, 你要从零呢, 说应该是有三天时间跌会扔线。 今天在礼拜三的时候, 上礼拜三, 9月28号, 一根大阳榜。 所以这个时候比较典型的一个破底方。 它重新站上了这个趋势线。 所以这个西方石油按这个趋势, 还会继续往上涨。 我们再看SPY, SPY就是那个标股500的ETF, 跟那个标股500的走势应该是完全一致。 它也是, 大家看一下这个6月份的低点, 它破了两天, 今天有站上了。 所以明天很有可能,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如果它能继续站稳这个地方, 363块4, 它明天可能有个回策的动作。 如果能站稳, 它还会继续往上走。 我礼拜五这个时候进场的SPY, 总的来看, 就像我前面说的, 这个10月份应该是有一波中期反弹的。 就是说, 我们再看SQQQ, 这个是纳斯达卡上面做空的。 这个就不一样了, 正好相反。 它因为是做空的, 所以它跟指数是反向的。 它现在下跌7.09%, 很明显, 它受了一个实体的英镑。 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个做空的SQQ, 很有可能要测试黄金风险 61.8%的位置, 54块5左右。 这个应该是比较大概念事件, 我前面也说过。 如果大盘有一个中期反弹的话, 那么这个SQQQ就应该有一个中期的回调。 就是说大家一定要小心, 这种股票都不是我长期持有。 我们看一下均线吧。 你从均线来看, 到明天我刚才说过了, 有可能测试61.8%的位置, 百分子黄金风险。 但是它首先会测试这个时间线。 但因为今天已经破了5天线, 这个时间线大概是55块5左右吧。 测试这个概念应该是非常大的。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TQQQ, 就正好跟SQQQ是反向的, 它是纳斯达克上面做多的ETF。 如果是那个有个中期的回调的话, 那么这个就有个中期的, 我想上走的这个。 所以今天这个走势也是比较强势的。 但明天应该会测试前期的低点。 这个位置大概是21块7左右。 这个应该是非常大概念事件, 就是说你看能不能站上这根线。 从我前面刚才那个历史上那个数据分析, 到大概念事件会过这根线。 然后继续往上, 应该有一波中期的反弹。 我们再看一下特斯拉, 特斯拉今天就比较跌了, 比较看空, 就是说今天下跌8.5%。 今天大盘涨幅非常非常的大, 超过2%, 但是这个特斯拉下跌超过8%, 这个跌幅是非常大的。 这个原因就是说, 大家可以查一下消息面。 实际上, 特斯拉今天应该是, 大家可以看这个消息面, 它三季度, 汽车支付量, 问方案的一个 蛋糕获当详断 drift speed speed, 是重要的。 不能打到预期的这个标准。 当然是一个这是个部分原因 很重要的另外一个就是说 这个特斯拉还是比较争议的, 你比如说大摩贴尔 tervik speed, 就比较看空这个特斯拉 大摩实际上 一直比较看空特斯拉 大家预定的这个特斯拉 还有40%的下跃空间 也就是目标价大概是150万钱左右 大家可以去查一下 所以这只股票 但总的来看 因为这个新能源产业 是所有国家提倡的 而特斯拉 是这里面一个龙头企业 但这个行业竞争也非常非常激烈 中国人很多那个 电动汽车价格都比较便宜 质量也不一定比较差 就是说 所以特斯拉 你可以看一下 它这个一年的新高位 历史迅高位 也就是414 它目前基本上在半价的位置 就是说 你说这个角度 目前这个价位还是比较低的 所以说你要是看 这种 这种所谓的新能源汽车的话 特斯拉至少目前来看 应该是首选 就是说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每个神奇 国家的收入率 今天也是下跌的 你从这个英镑这个高的 就可以看出来 今天下跌的幅度还是比较大的 就是说 但是它还是在3.5%的上面 它今天最低的时候 曾经来到个3.65% 所以说这个今天实际上 大相比上个礼拜三 这个高的还稍微 基本上是同等的 就是说 所以你关注的重点 就是说如果说这个美国神奇国债收入率要跌破3.5% 那么这个股市应该有一波比较大的反弹 就是说 所以我个人认为 就我们刚刚前面那个从历史收集看 10月份 10月份 12月份 可能有一波中期反弹的话 那么这个美国神奇国债收入率应该还会掉 很有可能要来到这个位置 我们拭目以待 好了 我们今天就来说明天交易训理 拜拜